中国拥有全世界范围内最长的高铁运营网络 总里程超过4万公里 那么除了里程之外 中国高铁到底有多牛 国内高铁线路甚至吸引美国加州州长亲自来华体验 而在体验过后 这位州长亲自表示 中国高铁速度太快 根本没见过类似的列车 中国高铁到底有多出名 凭借先进的设施和极快的运行速度 它甚至能够吸引包括美国加州州长在内的大量外国友人 不远千里来华 就为了体验一把中国高铁的快速和舒适 中国高铁对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工程人员的努力下 全国范围内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高铁通达率达到90%以上 并且高铁的运行速度更是达到每小时350公里 只需几个小时就能从上海抵达北京 极大的推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除了运行速度非常快之外 中国高铁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震动和颠簸也是非常小的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铁轨施工上使用了大量的无缝钢轨 轨道之间的焊接误差被控制在0.1至0.3毫米之间 坐在列车上完全体验不到轨道接红与车轮碰撞所产生的震动 因此甚至能够在高铁窗台上立起硬币而不到 而高铁子弹头的外形更是能够极大的减少受到的空气阻力 据计算机减阻效果甚至能够达到70%以上 除此之外 为了满足高铁的运电需求 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牵引供电数据采集和监控控制系统 通过分布在铁路沿线的大量变电站 能够为高铁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 并且高铁的两条线路分别由不同的变电站提供 即便一条断电 也能够以毫秒级的速度切换到另一个备用线路上 同时高铁和其他交通方式相比还有一系列优点 高铁的能耗仅相当于飞机的18% 并且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机体的排放 并且高铁能够运输的人员数量 也远远超过汽车和大部分飞机 所以人均能源消耗实际上非常小 根据相关专家的计算 高铁运行100公里的人均耗电量仅3.8度 甚至由于高铁安装了动能回收系统 在刹车时还能够回缩一部分的电能 进一步降低耗电量 就连车上装备的洗手池产生的灰水都可以用来冲厕所 这是飞机所不具备的优点 与高速公路相比 高铁线路占用的空间也更小 只有前者的50%能够节省大量的土地 能够保证国内的耕地面积 还能够减少赔付给周边居民的补偿费用 进而降低整体工程建设成本 正是因为看到了高铁的这些优点 美国的加州州长才会不惜两次来华体验中国高铁 并在美国国内大力推动高速铁路的建设 毕竟如今的美国基础设施已经极度残破 必须建设新的设施才能保证正常的社会运行需求